随着Harmony OS 3D发布 华为的软音乐生态也新增了很多新的功能和交互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刚刚发布的MatePad Pro 11 搭配全新的Harmony OS 3D都有哪些不一样的体验 首先在外观上其实变化并不是特别大 边缘还是这种圆角的设计 正面屏幕的边框也是等宽的 最大的变化是在背后摄像头的区域变成了圆形的设计 里面有超广角和EB的两个摄像头 还有一颗闪光灯 硬件方面处理器是采用了骁龙888的处理器 屏幕也升级成了OLED材质 并且还支持120Hz的刷新率 另外屏幕也是通过了德国莱因TUV的全局后远3.0的认证 这次新品作为平板电脑本身更多是底层的优化 提升软件的响应速度 还有运行的稳定性 还有隐私中心和安全中心的一些细节优化 现在手机和平板的隐私中心里 都可以看到每个软件访问权限的次数 比如说位置信息 摄像头 还有麦克风等等 如果有一些软件频繁访问 并且不是你常用的功能的话 你可以手动去修改它的设置 去禁止它访问某一些权限 其次在安全中心里 不仅可以查看本机的设备状态 还能够显示同一个账号下的其他的设备的状态 并且在系统更新的界面里也可以看到其他设备的状态 比如说手机和电视 如果说其他设备有系统更新的话 也可以直接用平板或者用手机来去操作其他设备的系统升级 所以说HarmonyOS 3升级 从底层就把所有的设备默认就建立了一些隐形的连接 可以更好地去管理你的设备 另外在桌面管理当中还新增了两个自动布局的选项 一种是按照图标的颜色来自动排列 另外一种是按照分类来自动排列 这两个功能对于强迫阵容的用户来说绝对是比较喜欢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不同的排列的方式 鸿蒙强大的超级终端 这次又带来了不少新的功能 其中让我觉得最值得分享的是手机网络共享的功能 就是让平板电脑来使用手机的网络功能 平板电脑和手机建立连接以后 在超级终端的界面会有三个模式可以选择 有多频系统 还有摄像头共享 还有移动通信能力 你选择移动通信能力的话 平板就可以用手机来上网了 这是手动选择的一个方式 其实还有更方便的 在平板电脑的系统的设置当中 找到超级终端 然后打开多设备移动通信共享 然后把附近的设备修改为自动连接 这样当手机和平板在附近的时候 就会自动连接上去了 而且可连接的范围也是很广 只要在两台设备WiFi可覆盖的范围内 都可以自动连接 连接以后 在户外没有网络的情况下 就可以直接使用手机的网络来上网了 如果说在有WiFi的情况下 两台设备还是可以继续用WiFi来上网 这个并没有影响 这个功能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无线热点 而是在系统底层把两台设备相互打通了 因为两台设备连接以后 在平板电脑的道克栏的左边会多出电话和短信的这两个图标 可以直接用平板进行打电话或者说收发短信 而且在通话的过程中 你还可以随时切回到手机上接听 或者说切回到手表上接听 用平板电脑过程当中 如果说你需要用到短信的验证 也不需要去翻看手机了 直接就能查看 非常的方便 那这样的话 两台设备就直接通过系统的底层的软总线二合一融为一体了 所以这就是鸿蒙系统在底层把各个设备打通所带来的效果 电脑上面的远程控制 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属于技术或很难去掌握 或者说很难理解里面的操作 没想到华为这次竟然把电脑的远程操控 整合到了平板电脑当中 而且操作非常的简单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简单的电脑的远程控制 首先你的平板电脑和笔记本必须要是最新的版本 笔记本电脑需要把电脑管件更新到最新版 在右上角打开设置 在第一栏的智慧互联的选项当中 就有一个远程访问的选项了 默认是关的 你需要手动的去把它打开 打开以后再回到平板电脑当中 打开智慧生活的APP 在设备列表当中就可以看到笔记本电脑的卡片了 点击打开这个卡片 等待连接成功以后 下方的远程访问的按钮就被激活了 你只需要点击一下远程访问 等待机面以后 就自动完成了和电脑之间的远程访问的连接 就是这么简单 远程访问连接以后 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会黑屏 并且显示本机正在被远程控制 可以按组合键退出隐私屏 在平板电脑的侧边栏 还有几个快捷的按钮 第一个就是隐私屏的按钮 你可以点击激活 或者取消电脑屏幕的显示功能 平板电脑建立远程访问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来操作你的远程的平均电脑了 打开软件或者说浏览文件等等 都是没有问题的 毕竟这是远程访问 所以会有一点点操作的延迟 不过我感觉延迟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用来查找一些文件 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还是可以的 如果说用来看视频的话 可能会有音画不同步的一个现象 我估计也没有人说开着远程访问 去打开电影去看电影 所以说延迟是不会有特别大影响的 另外我也测试了 在锁屏的状态现在 也是可以通过平板电脑 来建立远程访问的连接的 连接以后 手动输入密码就可以进入到系统了 但是重启电脑以后 在登录的界面暂时还是不能连接 希望以后可以更新支持一下 不过在我体验下来 华为在电脑管辆当中 加入远程访问的功能 确实是我目前见过最简单 也是最方便的 那么华为的平板电脑 和华为的打印机配合使用 也是非常的方便 在超级中端的界面 点击打印机的图标 建立连接以后 桌面上会弹出一个悬浮窗 这个时候我们再切换了相册 打开一个图片 然后再激活打印机的悬浮窗 再点击一下打印机的小图标 就可以直接把当前页面的照片 去发送到打印机 去完成打印了 如果说在相册当中 你多选几张照片 再点击的话 也可以批量进行打印 打印的过程中 你还可以再点击悬浮窗 还能看到打印的进度 或者说随时取消排队打印的文件 不过如果你要打印照片的话 记得把打印的模式 改为第一个照片打印 如果说需要打印文档的话 可以选择第二个 如果说需要打印文档 只需要打开WPS的文档的页面 然后再点击打印机的图标 也同样可以把当前的页面 发送到打印区去完成打印的操作 相比传统的打印机操作 真的是非常方便 Harmony OS30的多频协同 在平板电脑和手机连接以后 还可以把当前的软件进行全屏显示 而且全屏以后 还可以激活平行世界的界面 就可以直接左右分屏去显示了 那么在全屏模式下 因为和手机的屏幕的比例不同 所以说手机上会自动退出 软件的界面 而且这个时候 手机上还可以再打开 其他的软件继续使用 两边并不会相互干扰 当平板电脑取消全屏以后 手机上的软件界面 也会自动的恢复 多频协同中的平行世界 就是新增的功能 因为鸿蒙系统底层的优化 再加上华为有直辑屏 还有平板这种大屏设备 所以说很多软件只需要做一次适配 就可以在不同的设备上 实现分屏的平行世界了 那么另外在软件体验上 这次华为还在平板电脑上 做了PC应用引擎 还跟WPS联合 带来了全新的全功能的WPS 和之前移动版的WPS完全不同 也可以理解为是桌面版的WPS 而且图标还变成了篮子 那么打开以后可以看到 界面和电脑上是一模一样的 顶部是各种板块的常用功能 还有更换字体 字体大小 格式刷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常用的一些功能 这样的话用起来就会更加方便了 那之前移动版的WPS 更像是一个阅读为主的软件 想要修改或者说批注的话 还是非常麻烦 非常不方便的 那现在华为定制的 这个全功能的WPS 就跟电脑一模一样 操作起来也和电脑相同 所以说用来做文档批注 或者说用来做数据表格的求和 都是非常的方便 那还有PPT演示文稿呢 也是和电脑板的界面一样 这对于办公来说呢 就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了 以后出差 可能又多了一个不带电脑的理由了 而且呢 如果说你打开了多个文件 还可以在侧边呢 打开这个悬浮窗 来快速的切换 其他已经打开的文档 并且呢 这个窗口还可以层叠摆放 切换浏览呢 也都是非常方便 那这个模式呢 是利用华为的这个PC应用引擎 所实现的效果 那应用引擎呢 会在9月份开启公测 那想要体验的话呢 可以在花粉俱乐部申请公测 那正式版呢 会在10月份上线 那目前呢 WPS只是第一款软件 之后呢 还会有更多桌面移的软件加入 那逐渐呢 就会把平板电脑上 用着不方便的一些软件呢 更新成大家熟悉的这个PC的版本 那对于出差办公来说呢 真的是会更加的方便 以后出差 可能真的只带一个平板就可以了 那么这台MatePad Pro 11呢 在硬件上还有一个升级 就是华为Sound的音质 那平板电脑配备了 有6个扬声器 并且是高低分屏的一个设计 官方的说法呢 是最高的响度 可以达到80dB 那我声听下来呢 感觉确实还是挺不错的 那所以说在看电影的时候 这个立体感和声音的效果呢 也很不错 那在这么薄的体积当中 能有这样的声音效果呢 确实还是挺不容易 那随着MatePad Pro 一起发布的 还有一款新的 这个分体式磁吸键盘 那采用这个墨兰的配色 和新款的这个 比较电脑的配色呢 很相似 搭配使用呢 也是挺好看的 那这一套磁吸键盘呢 有三种使用的形态 第一种呢 是常见的 这个比例面电脑的一个形态 第二种呢 则是分离的一个形态 背板和键盘呢 也是通过磁吸连接的 那分离以后啊 背板还可以通过磁吸呢 固定在平板电脑背后 可以快速地把它变成 手持的一个使用的模式 或者说通过这个底部的 这个展开支键呢 把它放在桌面上看视频 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那第三种形态呢 是键盘分离模式 因为这个键盘和平板之间呢 是蓝牙连接的 所以说分离以后呢 也是可以使用的 那平板电脑 用背板的支架放在远处 键盘呢 可以放在前面 这样的话呢 打字也会更方便 或者说把键盘放到腿上呢 这样打字 也没有什么影响 那不过可惜呢 就是键盘没有触控板 如果说有触控板的话呢 那操作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那但是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呢 也可以连接一个蓝牙鼠标 来配合使用 所以说这个分体式的磁吸键盘呢 还确实挺有创意的 那另外这套分体式的磁吸键盘 还配有一个手写笔的收纳盒 也是可以用磁吸的方式呢 固定在这个背面 那镂空的区域呢 刚好可以对应这个背板上面的 这个logo部分 加上磁力呢 也比较大 所以说来回插拔这个手写笔的时候 也不会那么容易掉下来 好那么这一次对于平板电脑的体验呢 更多是聚焦在 HAMONI OS 3系统级的功能 那作为平板电脑本身单独使用的时候呢 也有很多细致的优化 包括这个手写笔的体验呢 也有提升 那所以总体来说 这次平板更新 不仅有常规的硬件升级 比如骁龙888的处理器 还有OLED材质的屏幕 以及120Hz的刷新率 那么在软件体验 以及鸿蒙生态中的 这个功能的更新会更多一些 那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 更多HAMONI OS 3的这个新功能 可以关注后续的这个体验视频 如果说想要体验新款的平板电脑 也可以在华为的新链电脑 亲自上手去试玩一下 好那我是小新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